拆卸演示,工具准备 撬杆 铜棒 19号开口扳手 14号至17号开口扳手 4号、5号、6号内六角扳手 第一步,使用19号开口扳手 拆下泵体螺丝 第二步,松开后端拉杆的螺帽 第三步,取下弹片并套回螺母 使螺母与螺酸平齐 第四步,使用铜锤敲击底部 使拉杆松动并取下螺帽 第五步,取出液轮 第六步,松开机风顶部的六个内六角螺丝 第七步,倒置设备 轻轻敲击使液轮与鸡风破离 第八步,拆下鸡风与布盖连接的内六角螺丝 集装式机风拆卸完毕 安装演示 第一步,将机风对准布盖的螺孔 上好螺酸 第二步,用肋六角扳手 将螺酸均匀上紧 第三步,将装配好的机风风盖盖总成 套进液轮 注意密封圈不能脱落 轻轻按压 第四步,将泵盖液轮总成 套进轴承箱内 注意水嘴要在轴承箱两侧开口处 第五步,将拉杆套上弹片螺母锁紧 第六步,将轴承箱与可体合拢 第七步,套上螺酸 均匀锁紧 第八步,将机风锁紧 用内六角扳手锁紧 注意 注意 机风安装完成 需要取下三颗定位螺丝 安装完成 大家考虑